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秒天使 一秒恶魔 难以看穿 因为变不清谁好谁坏 熟真熟假 有人吃过很多亏 挫付了真心 也蹉跎了一生 于是世人皆盼 自己能有一双慧眼 可以看穿人心 变出真假 对虚情假意的人 拒或散都不必放在心上 对真心实意的人 多或少 永远都不要遗忘 人这个字一撇一纳简单得很 但在生活中 看清一个人却并非意识 知人知面不知心 识人不清 难免会将真心错付 那么怎样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 谁是假交情呢 在你患难时的表现 俗话说 落难时忍 人只要落魄一次 就能看清谁是真心以待 谁是虚情假意 大难临头时是分道扬镳 还是不离不弃 风雨飘摇中 是树倒霓猴散 还是风雨同舟 其实谁都不傻 一看便知 还记得《试说新语》中 寻具博探友的故事吗 寻具博听闻好友生病了便不远千里 翻山越岭去探望他 谁知 刚到朋友的所在地 就遇上了外族人前来攻城 朋友一看情势紧急 立即劝寻具博 反正我也离死不远了 你趁现在还有机会 赶紧走吧 寻具博听后生气地说 我远道而来 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意 现在你却让我舍弃道义 换得生存 我是这样的人吗 他坚持留下 后来敌兵进了城 看到几乎全城的人都跑光了 很不解寻具博的行为 好友生了病 跑不了 我不忍心丢下他 如果你们非要杀他 我愿意用我一命换他一命 向来钦佩信守道义之人的敌军将领 听后很震惊 听后很震惊 不仅放过了寻具博和他的朋友 还撤回了大军 郡城也因此得以保全 经一世 懂一人 虚伪的人 在你风光时 跟你称兄道弟 到了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却推三阻四 支支吾吾 避之唯恐不及 甚至干脆躲起来 袖手旁观 而真正的朋友 能在你经历人生的大风大雨时 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 鼎力相助 这样的人 必定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其心可见 其情可明 朋友不一定要有钱有势的 但一定要教有情有义的 在利益面前的抉择 古语说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皆为力王 利益最能看清一个人 因为在利益面前 一个人的人品会暴露无遗 这个时候 也是识人变人的最佳时刻 利益总是在人做选择的时候 扮演着诱惑者的角色 能在诱人的利益面前 依旧选择守护友情 守护道德的人 品性必定纯良厚道 利益就是友情的试金石 很久之前 张家震有个人叫张福贵 有一天 张福贵的老母亲 觉得自己年事已高 希望儿子为自己 先准备好一口授官 张福贵想宽慰母亲的心 但好话说尽 也拗不过 便答应了 张福贵找到了结拜兄弟李珊 他是镇上有名的木匠 做一口好授官不在话下 过了一个月 李珊亲自把一口 漆得发亮的授官 送到了张家 张福贵好酒好菜地 招待了李珊 当晚 仆人悄悄地跟张福贵说 我们这儿的习俗是 授官用的木板越重 就说明子孙越孝顺 李木匠不可能不知道 可今天这个却轻多了 不知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张福贵暗暗感叹 没想到李珊为了这几个钱 居然在这种事上占便宜 心里很不畅快的张福贵 自此有意无意地跟李珊疏远 这天张福贵在外面溜达 遇到了隔壁镇的周木匠 周木匠笑着迎上来说 福贵啊听说上次李珊 为你娘做了一口授官 那木材可是他特地上山挑的灌木 材质可谓百里挑一 就算是皇亲贵族也不见得能 后面的话张福贵已经听不下去了 对李珊的误解让他羞愧难当 跟周木匠告别后 张福贵立即背上一份厚礼 赶往李家 在李珊眼里 情义比金钱重要得多 他绝对不会因一己之私 而建立妄议 绝对不会在利益面前 不顾良心和情义 还好张福贵最终看清了真相 才不至于失去一位 情深意重的朋友 一个在利益面前 能够坚守初心的人 内心无疑是坚定且强大的 这样的人 不会像建立妄议者那样 寡情忘恩 而是能够仗义轻裁 鼎力相助 无论什么感情 一旦只从利益出发 便不会长久 好的感情需要彼此真诚以待 在春风得意时的态度 一个人的修养 往往藏在他得意的时候 有的人原本跟朋友 好到如影随形 可一到了得意之时 就翻脸不认人 一得志便得意洋洋 甚至开始看不起别人 变得飞扬跋扈 最终落得乐极生悲的下场 历史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但也不乏在春风得意时 仍能保持清醒的人 薛仁贵便是其中之一 唐贞观年间 原本穷困潦倒的薛仁贵 因立功被封为平辽王 一时间飞黄腾达 朝中很多素未谋面的大臣 都前去送礼祝贺 以往常常接济薛仁贵的 王茂生夫妇 也带了两坛美酒准备送去 有人看了便嘲讽说 人家薛仁贵今时不同往日 还看得上你们这点东西吗 依我看 你们不要出现在他王府 让他丢人现眼 就是最好的礼物 说完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 嘲笑他们 王茂生夫妇犹豫了下 还是往薛仁贵家走了去 身着不衣的王茂生夫妇 在紧锣绸缎中显得格格不入 两坛美酒在奇珍异宝中 更显得俗不可耐 然而薛仁贵却婉言谢绝了所有贺礼 唯独收下了这美酒 并当众打开 一喝才发现 里面原来是清水 薛仁贵并没有生气 而是对着来客说道 之前落难之时 全靠王兄弟的帮助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薛仁贵 如今我厚礼不收 却一定得收下这清水 这是情意 说完便一言而尽 至得意满之时 不忘当初清贫时 同甘共苦的朋友 心中必然时刻怀有感恩之心 这样的人 一旦和你成为朋友 便是把你当成一世的朋友 总结 真正值得你真心相待的人 并不会因为你的落魄 便离你远去 而是无论你们的角色 处境如何变换 他都未曾走远 始终占据心里最珍贵的地方 始终温暖你心 人这一生遇人无数 在关键时刻 愿你能擦亮双眸 看清眼前人是否知的身交 对虚情假意的人 聚或散都不必放在心上 对真心实意的人 多或少永远都不要遗忘 世上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你真心以待 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你分担苦难 所以 无论择友还是共事 都要认清一个人 才能与之交往 看清一个人 不仅要看他人品 还要看他的真心和修养 只有和真心实意 人品好的人交往 才能让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顺 愿你以后懂得识人心 变伪善 与良人结交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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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